据说只要有足够的速度 一根羽毛都能把人打飞 这是真的吗 如此轻巧的羽毛 真能打飞一个成年人吗 为了验证流言 帅气逼人二人组乔恩跟布莱恩 找来了当地攀岩高手大漂亮跟小帅 并且提前准备好多种羽毛进行尝试 像鸡毛鸭毛鹅毛鸡毛鸡毛鸵鸵鸟毛等等 因为它们都有着不同的大小跟重量 在不确定哪种最容易打倒人的情况下 最好全部都是一遍 第一次实验的时候自然是以人的力量 看看单单依靠人的力量是否可以让羽毛打倒人 但是经过他们互相的鞭打 甚至耍赖互戳勒住对方 但是最终都没有一个人因为羽毛而摔倒 于是他们开始了讨论 经过讨论他们得出 让人摔倒还有一个重要因素 那就是人的平衡 在找到突破口之后 他们利用塑料膜制作了一个擂台 并且在上面涂上了润滑油 第一个尝试的自然是最轻的大漂亮 在穿好防护服 并且赤脚走上擂台后 几人开始对大漂亮进行各种鞭策 但是无论几人如何使出各种花招 依旧无法将大漂亮打倒 于是他们换了个道具 那就是平衡球 一个让人很难保持平衡的半球体 这次小帅作为实验对象 但是结果还是一样 无论几人如何扔羽毛 始终没有将小帅打倒 乔恩表示既然改变人的状态不行 那就改变羽毛的速度 或许通过速度的加持 羽毛说不定还真能将人系到 乔恩将羽毛固定在木棍之上 坐上了汽车 并且第一次时速控制在40公里每小时 而布莱恩则是戴上防护罩 看看40公里时速的羽毛 是否能将自己系到 很快实验开始 大漂亮将时速提升到40公里 很快羽毛击中了布莱恩 但是布莱恩表示这点速度不够看 于是乔恩再次从起点出发 这次的速度也将提升到80公里 但是结果却没有多少变化 从高速摄像机中也可以看出 这点速度一点作用也没有 最多让布莱恩因为惊吓稍微侧身躲变 看来羽毛还需要更快的速度 为了让羽毛能够获得足够的速度并击到人 布莱恩想到了一个点子 那就是利用伯拉绳的原理 这是一个两边都挂有重 在得到一定速度击中人之后 会迅速将人绑住 也会让人失去平衡而摔倒 为此布莱恩制作了双头空气跑 射出的速度可以达到惊人的250公里 并且为了有足够长的羽毛 他们还找来了日本鸡的羽毛 这是一种最常能长出15米羽毛的鸡 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他们也开始最终的实验 布莱恩将羽毛的两头装进空气泡中 而实验对象也是体重最轻的大漂亮 并且他会小跑来增加摔倒的可能 很快实验开始 大漂亮直接小跑起来 而布莱恩也瞬间按下开关 结果很明显 高速射出的羽毛 瞬间将大漂亮的双脚绑住 直接让大漂亮失去了平衡 失去平衡后的大漂亮也直接被打倒 但是却跟留言的不一样 看来在目前的情况下来讲 单单依靠羽毛还不能直接将人击倒 我是蛋丁 我们下期见